正如我在去年尾的年尾 推出了一段影片 最近YouTube对我好像有些释出善疑 虽然我很多影片仍然是黄标 应该说之前那些旧影片 《紫盒藏屍》、《去金山》 或者《落马洲伦常惨案》 那些全部都是黄标的 较为大一点、受欢迎一点的都是黄标的 最近我会把以前的旧影片 斩开一分钟上去 拆下人气 也会黄标我 所以YouTube仍然对黄标的歧视我 仍然不断 但是他又不知为何 最近常常推我的旧影片 我黄标的影片他也会推我的 所以最近我收到很多留言 在《紫盒藏屍》、《去金山》、《余韦法》 这些都会收到很多留言 有些留言分明是一些新的听众 为什么我会觉得是新的听众 其实你也知道我都会看留言 我都看完留言 通常都会回复的 偶像我不知道如何回复的 我一定不回复的 有些赞我 我就不会很认真地回复的 但如果真的问一些有意义的 我一定回复的 每一早起床都有十多个留言 都会问一些 之前我出纸盒藏屍的时候 有些人会问过的问题 而且有些问题 我真的懷疑他有没有看过那段视频 你会发现那段视频 都会再说一次 例如有没有查陈彬彬 为什么会咬定 为什么七条纤维 就可以证明是欧阳兵劇 将整个《举正三部曲》 好像完全没有听过 但不要紧 又当作是一批新的听众 然后再慢慢让他们明白 我这个频道想带出的 所谓的法理论识是什么 从这些留言 我又发现 令我想讲一个话题 最近在《紫盒藏司》和《余韦法》冤案的留言 里面都很集中 我称为 古真空的游戏 古真空即是 猜猜谁是真空 因为譬如《余韦法》和《紫盒藏司》 欧阳兵强 很多人都认为他是冤枉 而《余韦法》 我都认为他是冤枉 《紫盒藏司》 我都不认为他是冤枉 我看不到他是冤枉 至少我看不到他是冤枉 可能他真的是冤枉 但至少我不知道 但《余韦法》 我就觉得他是冤枉 就是这样 但很多人都认为他是冤枉 所以很多人很沉迷于 猜真空这件事 好像仿佛 猜到谁是真空 就可以令到被冤枉的人沉冤得雪 原则上可以说是 原则上可以说是 其实在美国有一个系列的片集 不是片集 有两个主持人 每集就有一宗案去处理 那宗案是如何呢 那个系列叫Reasonable Doubt 好像是这样 有两个主持人 一个是警察 就是退休的警员 退休警员 另一个就是 现在仍然有 有执业的大狀 一个女儿 一个男的 每一集都是这样 那他们做什么呢 他们就是每一集 找一个个案 那个个案 那个被告的家人 就找他们协助 那个被告 已经坐牢了 就是他们认为自己是坐在冤枉的 坐在冤枉 然后呢 他们坐在监的家人 就找这两个人协助 去找出 究竟他们是不是冤枉 他们的做法是这样的 他们的做法就是 看看那一宗案 是如何检控他们的 基于什么 举证去检控他们 然后逐样去看 那个警员就会看看 在首证的时候 有没有问题 而那个大狀 就会看看 在检控 在法庭上的程序 有没有问题 其实也挺全面挺好的 这个片集真的很好 但也不是片集 是真实的 好了 他们探访完之后 就会再探访一下 这个判监的人 直接对他们访问 有时候有些州 就允许他直接 真的进去拍的 有些州就不可以 有些州就只能打电话进去 有些甚至是 你要在这里 让他们打电话出来 总之有一个对话 对话完之后 每一次 就会向家人 表达究竟的结果 他们觉得 他们是不是冤枉 因为他们两个 最后会谈出一个结果 觉得这个案件 其实是不是冤枉 包括在举证的时候 有没有出现一些 调查上面的漏洞 又或者 有些不见得光的东西 有些东西 其实是不够全面的 查的时候是不够全面的 另外 在那些律师 就会看看 究竟会不会 在审讯中出现一些问题 整个程序有没有问题 在上诉以外 有没有其他东西 令他们觉得 其实 这宗案是冤枉的 如果是冤枉的话 他们会怎样做呢 不过多数是 他们最后会认为 不是冤枉的 即是十宗 可能只有一宗 或者两宗 他们认为是冤枉的 多数是认为 虽然你家人 很觉得他是冤枉 被告自己也说自己是冤枉 但他们会说 不好意思 即是跟家人说 不好意思 我们认为他不是冤枉的 可能你是被人欺负了 即是类似的 但如果真的觉得他是冤枉 这个电视台 好像是《国家地理》 我忘记了 是否是《国家地理》 频道去资助拍摄 如果认为他是冤枉的话 他们就会委任两个私家偵探 你知道美国有合法的私家偵探 即是要拿牌的 私家偵探是拿牌的 如果你有拿牌的话 他的私家偵探可以做多些事情 基于他有这个牌照 他可以做多些 平常人不可以做的事情 如果认为是冤枉 他就会派两个私家偵探 到后期我发现 他好像是剪了预算 后期他在第二季 就会派一个私家偵探 派一次两个私家偵探 就长期找出这宗案的真空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他的理念是这样的 我看过他的网页 他就说 其实根据真正的司法系统 经过了上诉、终审 其实你不能为他翻案 就算他们觉得他真的是冤枉 事实上 你没有办法为他翻案 唯一可以和他翻案的可能性 就是找出真正的兇手 所以他们的做法就是 只要他认为他是冤枉 就派私家偵探 去找出真正的兇手 当然 那一集就会完结 因为每一集就会最后 会派还是不会派私家偵探 去查 说了会派 也不知道查不查到 通常 我想都查不到 总之 他们的方法就是派私家偵探 去找出真空 所以你会发现 找真空的确实是一个方法 即是真正是一个方法 会令到冤枉的人沉冤得雪 所以市面上 这么多找真空的人 我又不会完全无契 但为什么我呢? 我又从来不会找真空的 例如最近有个网友问我 他说 你这么多宗案 你似乎都以为他 这宗案特别觉得他是冤枉的 为什么你不会像其他人 他特别提到花家姐 雍正正 都会暗示 其实真空是谁 他们有暗示 我也知道 他又说 为什么有关余伟发这么多集 我从来没有提过这一段故事 我说一点 他们是暗示 其实凶手的家 不是 死者的家人 是很大可疑的 甚至有暗示他们就是真空的 又或者是他们派人去做这件事 然后再冤枉余伟发 即是有些更加阴谋论的说法 他就问我 为什么你不说这个知善 这个知善很重要的 如果我这么认为余伟发是冤枉的话 我应该说这个知善 更加能够证明他是冤枉的 为什么我不做呢 我这么敏诚 对于余伟发这件案 这么认为是不公义的 为什么我不像其他人那样 找出真空 或者估计真空出来呢 好了 这一集 先说了这么久 先说了主题 这一集我想说一下 为什么我不会投入这个 找真空的游戏 包括欧阳秉强的中安 当然是 我从来 只不提 其他人是真空的可能性 为什么会这样呢 其实呢 很简单 我初步想了 有几个原因令我不会 甚至 我不单说我没有这样做 我真的不会 你叫我这样做 我真的坚决拒绝去这样做 我一定不会在那里猜真空 为什么呢 几个原因 第一 我在欧阳秉强的中安 其中一集也有说过 最可疑的未必是真空 真空是未必可疑的 我们看到很多案 很多可疑的没有关系 假设 我每天都想杀我老闆 我每天都想杀他 我未必真的会杀他 是吧 但可能我老闆突然逛街被人杀了 是吧 究竟什么原因 斩人斩错他 或者打劫他 不肯付钱 也有可能是引致他被人杀了 我们实在不知道 最可疑的是真空 真空的人 是不是最可疑 所以 你说 最可疑的人 很可疑 如果他在法治安 某某人很可疑 他会拿到遗产 遗产会分给他 如果这个人死去 他会最大的得益者 这件事我真的不会猜 莫说 其实我觉得 实有人 任何人死去都会有个得益者 如果那个人是多有钱 那 没理由 凡真得益者都是兇手 是不是 我们不能够 将所有得益者 都会怀疑是兇手 查 可能要查 如果警方 我不是说过 警方有很多招 在毫无头緒的时候 会用的 其中一招 就是查亲人 是吧 查亲人 是其中一招 我经常说的 另外就是在上片刷里面找 这些都是一些 在毫无头緒的时候 去找真空 譬如欧人炳向中安 就找一个女警 在扮演死者 在逛街 这也是一个方法 但是 最可疑的 他会查 但不代表他就是兇手 那为什么警方不说 警方好像没有查过 警方未必是没有查过 警方可能已经查过 而且我告诉你 是很大机会已经查过 我又举一个例 在欧人炳向中安 那些人便会问 为什么不查陈奔奔 为什么不查其余拿锁匙的人 为什么不查夜校的同学 为什么不查厚务处职员 为什么不查对面的 电器店的老板的儿子 为什么不查这个 为什么不查那个 但是事实上 可能是有查的 但是查了 不会告诉你 一会儿我也会告诉你 为什么警方在查完之后 不会告诉你 那个人为什么没有可疑 事实上 警方很多时候 查完那个人觉得没有可疑 他就不说 他不会说出来 给你听 而且 在欧阳炳香港中安 现在很多人说 这个有可疑 那个有可疑 但是那些人 怎样知道 那个可疑的人存在 就是看报纸 当时的报纸也提过 当时的报纸 在未拉欧阳炳行之前 报纸也报道过 查过这个 查过那个 轻轻说过那个人的身份 轻轻说过那个人的背景 现在的人就说 那个人很有可疑 那个人很有可疑 为什么不查他 事实上 就是因为查过 所以才会登报纸 报纸是因为警方说查过他 所以才登出报纸 然后你现在才知道 你不是问 你不是看水晶球 而得知 有那个人存在 你也是 当时的报纸有报纸 所以 你知道有那个人存在 然后你觉得很可疑 而当时的警方 也觉得很可疑 所以当时的警方 就查过 当时警方查过 都要放了他 因为没有证据 又或者 已经有不在现场证据 很多可能性 令警方知道 这条线已经断了 所以有些人都说 全心做欧阳明强的 全心要做到 因为警方不可以 没有面子 如果要做 之前很多人更可疑 不如做个有可疑的人 为什么要特意做个 没有可疑的人 所以 一来 最可疑的未必是真凶 真凶未必是可疑 二来 可疑的人 已经可能被警方查过 当然 你可以不信心 你可以说 警方查过 我认为 他查得不够彻底 我认为 一定是神奔奔做的 如果你觉得是 你可以去查 不过 你有没有资源 是没有的 现在有些人 我觉得真的很好笑 有些人不断地说 我查了 欧阳明强这件案 数十年了 我已经有头绪了 他们所谓查就是看报纸 然后把报纸说的 归纳一下 然后再作一下 把这些东西 透过想像去贯通一下 就觉得是查 这个不是查 这个是估计 估计之后作 不能够查的 你看了二十年 都是那份报纸 那些报纸 看了二十年 都是那些资讯 你不是查 所以 你是没有机会去查的 你不要觉得公开估计 就等于公开查了 所以 既然是没有用 我也知道自己没有这个能力去查 那 我最早可以估计 但是估计 估计做什么呢 基于刚才我说的那些原因 我觉得我估计是没有用的 一来 真空未必可以 可以未必真空 另外 警方可能已经查过 比起警方更大的资源 我为什么觉得自己可以查到 那我估计做什么呢 我真的不知道 那个是否真空 而且 他是不是真空靠证据 而不是估计 他是不是真空靠 真正上庭 举出来的证据 然后陪审员认为 是否合理 当时十四个陪审 认为是合理 我就唯有信任他 那么 除非你有一个人力物力 例如我刚才说的 片集 会找资格精神 真的查 真的查 不是在估计 不是纸上谈兵 这样的话 我觉得可以 但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通常这样的情况 就不会公开地说 即是 如果你觉得你要查某些东西 你不会猛地打落大 我现在查你 你可能是空手 你不会这样的 你会真的去查 偷偷去查 就不应该公开去估计 OK 另外最后一样 最重要的一样 为何我不会参与这种 叫做 古真空的游戏呢 是因为我认为 这样做是不公义的 我认为是不公义的 为何不公义呢 因为 如果你去告一个人 如果你认为他是真空 你应该去告他 你告他的话 他是有机会公开辩驳 抗辩 用一个合理的机制 抗辩 OK 如果没有钱的话 就拿法援 他是有机会抗辩 最后最后没有钱 他就自己上庭自变 也是有一个机会 抗辩 但是你公开猜 对方是没得抗辩 也不可以抗辩 难道你叫他站出来 你是不是猜我 你猜我 那我就要抗辩 即是不会这样的 所以你 其实你乱这么估 举个例子 我说了这么多次 我再说 你乱这么估计 陈彬彬 陈彬彬可能还没死 可能有很多子孙子女 还在听我们的节目 那 陈彬彬 你不断说 陈彬彬可能就是兇手 那这个很奇怪 你就 恃着他 不会走出来说你 即是你恃着他 不会告你评访 事实上 他真的不会 即是被你 被人说 他要躲起来 甚至改名 可能不会 即是尽量不要被人 这样搞 但是 其实你是 恃着他 没有机会辩驳 然后就乱这么估计 是很不公义的 另外 其实 为什麽警方 在查完人之后 譬如 他查过 他的确一定查过陈彬彬 其实 他一定查过 死者的弟弟 一定查过 证人的弟弟 即是 对面那个电器铺的儿子 我就不知道他有没有查过 但是 夜下的同学都一定查过 你听我的节目都知道 他是有 传召他们去警署的文化 你认为他问得不够 有时是问几个人 就知道 其实这个人是没有可疑的 那 没有可疑 就要放他 放了之后 其实也不是直接放了 你看这些旧报纸 有时 你会发现 他查 抓了欧阳炳强之后 都继续查某些人 其实他不说 那为什麽他不说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 我未落案告你的话 我说了太多话的话 而你没有办法辩驳 的话 对你是不公平 是不公义的 警方也是抱着这个原因 即是香港社会 一直抱着这个原因 所以 当 他查过他之后 发现他没有可疑 或者知道 他不是兇手之后 就不说了 他不会不断说 我查过他 他这样 那时候 就这样 所以我认为 他不是兇手 不会的 从来都不会 到现在都不会 现在他查过 他不会告诉你 怎样查 查过什麽 为什麽知道 他不是兇手 然后为什麽 最后不告他 最后选择 某个人去告 就是因为 已经有足够的举证 至少 表面证功成立 所以 有足够的举证 摆上庭 令到事实裁 裁决者 去看看这些证据 需不说服到他们 只是 真的合乎 空方 所表达的真相 所以 古真空 这个游戏 我认为是不公意的 所以 你不要觉得奇怪 为什麽 我不说这些 正如我之前说过 我不是躲在床下 有些东西 我不知道 谁是真空 我更加不知道 所以 我从什麽要猜 以上的所有原因 我真的 不会参与 古真空的游戏 这些东西我想说很久 不过 之前的 之前的 字语尝试 很多东西需要回应 当时我用文字回应 当时没有随口说 你记得 我当时在YouTube的会员频道 经常用文字打 去回应这些东西 当时我疲于不明 我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所以 现在我随口说 很舒服 可以随口 续续续回应 这个问题 为什麽我不参与 尋真空的游戏 今天跟大家分享 再见